继续带您看到一位公关公司的老板了 经营15年的公司却在金融海啸时期倒闭 但是挫折并没有把它给打倒 而它也决定要转行改卖小卷 而它是运用了行销的创意 因此特别把小卷塑造成了大明星 而现在一个月的营业额还能够达到50万元 是什么啦 唢娜啊 有月林大哥说他是唢娜的达人耶 老远就听到要吹唢娜吵死了 林大哥喔 鎖管 鎖管是管月的一种吗 不是 鎖管是在海里面一种 可愛的海洋生物 它就是小卷好了 所以我是小卷的经纪人 請看 小卷经纪人 小卷事业做那么大喔 所以我今天要安排你去见小卷 我们来一个独家专访 我还第一次采访锁管 也就是小卷本人啦 至于唢娜我吹得那么烂 别管它了 赶快跟林大哥出海采访囉 等会你把这个放到海里面 就可以开始钓了 这么简单 把这丢下去就可以了 没有 耐心你要慢慢钓 好 要抓到你的铺啊 你现在钓的话 还是在钓你的铺啊 头举高就好 手背伸直 头举高 伸直就可以了 刚好每年六月到九月 是小卷回游旺季 虽然很少人在白天钓小卷 但碰碰运气囉 好远 好想吐喔 我已经钓了半小时了 还没有钓到 我都晕喘了 我跟你说我发现小卷了 大海里面 这里有耶 好多喔 我钓到 我钓到了 耶 林大哥 你看我钓到的小卷 被你发现 这是我养的小卷耶 最好是你养的啦 这我看这是你已经养好 要给我专访的小卷吧 答对了 这是船长昨天出海抓的 还要留下来给你专访用的 我没有看到这个小卷 好活生生的 而且它好肥好大隻 你看有我手臂这么长 那它为什么刚刚在水里是透明的 现在变成红色 因为它受到惊吓就会变颜色 今天是头竹类小教室时间 张老师要来告诉大家 大家常常傻傻分不清楚的 三种头竹类动物 第一种我们看到是锁管 它又称为小卷 那身体呢是比较胖一点 尾鳍比较小 那第二种呢 跟小卷长得有点像 叫做透抽 透抽呢它又是针锁管 身体比较修长 尾鳍比较大片 从身体的一半往下延伸 都是尾鳍的部分 那第三种呢是鱿鱼 鱿鱼呢 它身体是比较肥胖型的喔 而且尾鳍是呈现三角型的 口感也比较扎实 还真的蛮硬的 你吃的是鱿鱼是当然硬的 我太熟了 哇太荣幸了 我可以见到活生生的小卷叶 不然在市场看到的小卷 都已经断气了 趁新鲜赶快请小卷经纪人 帮我翻译小卷在说什么 大家整个景气都不好 其实我有受到影响 可是我在海里面放空的时候 浮潜就遇到它来跟我沟通 在我面前游泳 释放出各种的颜色 那种一个人在海里面 被一只动物这么亲近的 相信你在那边跳舞的时候 那是非常感动的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 他是不是告诉我说 我应该去行销他 帮他说故事 把他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钓小卷 卖小卷不稀奇 由于小卷离开海水 马上就会变色死亡 因此林耀南只跟渔民收购 急速冷冻了小卷 也就是小卷一钓上来 迅速将它冻结到零下 等到要吃的时候 有办法让它起死回生 这是让小卷回魂的搭档 回魂是什么 冰糖 好大颗 冰糖麻糬 这也太咸了吧 是盐吧 是海盐 在海盐 为什么要海盐 我告诉你海盐就是 可以让小卷 我们把它淋成海水 让小卷就可以回到 像大海一样那种状态 竟然有这招 把冷冻小卷泡在盐水里 没几分钟 小卷的外皮 马上变得闪亮亮 就跟刚从海里掉上来一样 不管是生吃还是汆烫 即使过了小卷旺季 也能尝到鲜甜美味 林耀南妙手回春 还帮小卷成立部落格 说故事 海写真跟小卷成了麻糬 我是在海里面遇到 有一只小卷 她跟我說 一般妈妈吃到的小卷 都不是很好吃 所以她希望我来行销她 我就把小卷带来 来 请看 好 水滚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新鲜 也不会破皮 非常好吃 而且等下吃不用沾酱 以前我们家庭主书 大部分都说拿了擦捆柴 那还加什么小白笋 这样炒这样炒 她就不觉得她的鲜鲜美在哪里 所以她现在用这样汆烫 吃起来真的很鲜甜 好像在海边干做起来 那个感觉 找来婆婆妈妈办试吃会 林耀南卖小卷有一套 但在这之前 你绝对想不到 她曾经是公关公司老板 不仅帮台北市政府 推动西门商圈 还举办过各种活动 私利长达15年 但一场金融海啸 冲垮她创立的公司 甚至负债千万 如今林耀南靠着创意 行销小卷 东山再起 我觉得最重要 是那个热情要点燃 不要忘了是说 工作就是一种幸福 你没工作 你会觉得说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工作是一种幸福 那你这项热情 加上你的创意 那你就可以再造就一个 新的一个工作环境 光脉小卷一个月能创造 四五十万营业额 先说中年失业就是危机 林耀南玩创意 赋予小卷新生命 开创人生新价值